其實在國慶日參與升旗典禮 這是對中華民國的認同 我想是不是到黨中央參與升旗典禮 我們都在規劃當中 等到確定就會向大家做明 我們今天總部也在規劃當中 我想只要時間確定 也就會向大家報告 我們12區的後援會 也陸陸續續在成立當中 像今天跟明天 就會有四區的後援會 都去成立 也歡迎大家一直來參與 不只是黃國昌委員 我想任何有理性的民眾 都無法接受這樣二職的選風 我也相信大家都知道 公理正義是遠大於正義的機率 所以這樣低劣的選舉操作手法 也不應該出現在民主社會當中 我也要再次強調 現在唯一的反制方法 就是大家勇敢的站出來 像這樣二職的選風表達譴責 也在11月26號投票當天 所以我們要向這樣低劣的選舉 融化 投下反制票 我們要表達我們的不滿 那剛剛宋先生也發問 你說選舉不應該要上去的意思嗎 所以我看到喔 陳時中部長他表面上切割 實際暗地 他只是口頭上講說 尊重媒體中立的發言 但事實上我想大家會認為 周玉寇是中立的媒體人 台灣有多少人會相信 陳時中他就是被這樣二職的選風綁架 像這樣危險的壓力驅逐 他不敢說一句話 所以他這樣講 到底是內行人說外行話 還是他真的就是被民進黨操控的很遠 所以我想這個民眾都看得非常清楚 請想聽說阿 這個陳時中部會陳時第一次距離 哈哈 小新議員其實非常了解 他也非常的有創意 我想其實現在台北市民 我所接觸到的 大家希望了解的是 誰能夠對台北市政 擴跨距離的願景 持續端出政策牛肉 所以我想這段期間 也因為這樣提出很多的政策願景 得到很多市民朋友的肯定 以及正面的回憶 我以為你昨天有用民進黨小立即 用陳時中 還有就是 陳時中反向的持續 還有第一張的 政府的回憶 按照民進黨幫派治國的做法 這樣說也只是剛好而已 你怎麼看說日本現在開放國際 然後結果呢 打招說那個國人要去到日本 可能要多花三四千塊來進行那個PCR 會不會覺得說 陳時中當初是開了那個把蠟票 政府沒有進著來說服日本 因為畢竟他當初還說 世界不是只有美國 那現在連日本也不認真的嗎 日本民眾真的很幸運 他們有一個非常專業防疫的政府 沒有太多政治的考量 包括我們看到 他讓日本國人施打國際認可的疫苗 捐贈國際認可的疫苗給台灣 而且也堅持專業 開放讓國際認證的疫苗 免作PCR 反觀在台灣 我們陳時中部長在擔任指揮官的時候 堅持要買高端 當時民眾都反映 打高端可能對於未來出國有困難 高端的一劑疫苗採購價格比它還要高 但是陳時中堅持要買高端 所以事實勝於雄辯 我想陳時中應該不只向慈濟學習 也要向日本學習 我們看到日本官員 遠比陳時中專業太多了